飛行怎麼產生的 比如說你從四川要到廣州做生意 路途非常遙遠嘛 那這麼遙遠的路途當中 你帶著黃金白銀或者是銅錢 沿途你可能會被土匪打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出現了所謂的新興的行業 也就是傳說中的標局 這是問題來啦 如果你只是300兩白銀 你請標局划不來啊 你請了標局 標局派了五個人保護你 到了廣州之後要跟你收錢 結帳喔 買單 多少錢 六百兩 不 就300兩而已啊 所以後來你整個錢給標起來不夠 還被保鏢打了一頓 當時出現開始就有所謂的 錢莊票號碼 比如說 呂捷 我就在四川開了呂捷錢莊 那我在廣東還有一個廣州分行 所以你就把錢存在我這裡 那所以我一集中 可能是三萬兩 五萬兩 三十萬兩 五十萬兩 那這樣子我來請標局 那當然就划算了 那你錢存在我這邊 要有個憑證嘛 所以我就開了一張東西給你 這一張就叫做 qué�� 星夢 怖 空 是 這 好